马来西亚刺激八声智慧 今年玉佛典礼很挑战 凌晨开始雨下不停 志工漏夜想出对策 我们几乎每个团队 两点钟一打来我们几乎都醒了 然后醒了当下 那我们就开始在丑化 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团队 真的真的毫无怨远的 就直接跟我们冲 典礼开始前天空一年飘雨 26位法师穿上雨衣 代理1600名志工与民众 前程玉佛 从来没有这样在雨中 这样子淋 看着大家都没有离开 打中内心蛮震荡 再这么大的雨 都给人家感受 都抵挡不住 每个人对佛陀的那种敬仰 我觉得我们很感恩 他们很幸福 和信心 他们在祈祷祈祷 祈祷的祈祷 雨天不影响玉佛典礼 出席者来自各界代表 大家以虔诚心 礼敬祝佛为社会祈福 祝福到时候全世界的人民 可以过得更好 大家都可以享有平安的 还有稳定的生活 这是我祈愿的 每个人的宗教不一样 最主要的 我们每个人要有这个爱心 来怎样行善 下雨感谢天空 是我们把我们的业障死掉 事与水为甘露 洗涤心灵 人人恭敬心在佛号声中 圆满玉佛典礼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满玉佛典礼 中文字幕——YK